据海媒报道,当地警方已经限制李善军全志龙出境,这意味着两人即将进入下一阶段,即将进行检测,通过检测确认他们是否吸毒,以及种类和次数。 该消息已经曝光,网上再次掀起舆论热议。 李善军被举报吸毒之后,娱乐场所的市长A某遭到调查。 他是李善军的情人,更让人震惊的是,这位情人曾在李善军的酒里面下药,之后勒索三亿。 还透露李善军和全慧珍夫妻关系已经名不符实,只是为了各自利益才秀恩爱的。 A某更是以发生不当关系和吸毒为由威胁李善军,并称对方很善于伪装,并非是被骗吸毒。 当地渔记通过全慧珍有人了解到,全慧珍在看到新闻之后的第一反应,声称她在看到丈夫李善军的新闻之后,感到极其震惊和恐惧。 几乎显一些昏迷过去,不过她想到两个孩子,还是凭着意志力撑了下去,努力打起精神。 就于记的说法来看,劝我